杰克平静的生活被一封信件打破了 这本该是个普通的早晨 他和狗狗一同起床一起运动 却突然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 上面写满了恶毒的话 说他是个恐怖分子 双手掺满鲜血 要是上帝开了眼 就该一道雷劈死他 杰克的好心情被破坏了 但信件是机器打印的 没有其他标记 根本不知道是谁寄来的 查不出源头 杰克就没太在意 他像往常一样投喂了狗狗 就去上班了 杰克经营着一家肉店 卖的都是自家院里养的牲畜 这天店里来了一位漂亮的女顾客 对上眼神的瞬间 他坠入了爱河 女孩说想买点肉招待朋友 杰克就暗搓搓地打听了一下 是跟父母 好友 又或者是男朋友 在得知女孩还是单身后 他拿出了珍藏的鸟肉 说这些肉不仅口感好 而且无公害 无污染 是他亲自喂养的 女孩听到这儿 表情有些错愕 问他为什么要杀了自己的鸟 这个问题把杰克问懵了 他要赚钱啊 总不可能养大了放生吧 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杰克只能转移话题 向他推荐了店里的烹饪课程 女孩翻看着宣传单 发现了一个显眼的单词 人道主义屠杀 他有些不理解 杰克解释说 就是在牲畜的大动脉搁上一刀 很快血就会被放干 用最小的痛苦 结束他们的生命 听到这儿 女孩露出了意味不明的笑容 听起来确实很人道 女孩走后杰克闭店回家 但刚到门口 他就发现锁被撬了 贵重物品一样没少 只是狗狗 不见了踪影 地上放着一封新的邮件 这次 上面不仅标入了他的名字 还附带了更加狠毒的谩骂 说他是个杀人犯 是柜子手 应该被关键笼子 折磨赤死 杰克完全想不出 自己哪里得罪了这个人 他疯了一样的跑到街上 到处寻找狗狗 还在附近贴满了寻狗启事 但三天了 没有任何消息 杰克强撑着精神开了店 又碰到了之前来买肉的女孩 他说 自己看到了寻狗喜事 想邀请杰克到家里来吃饭 换一换心情 杰克欣然接受了女孩的邀请 晚上 他轻心打盘了一下 来到女孩的公寓 可开门的却是一个男人 幸好 他只是女孩的哥哥 男人让杰克先坐一会儿 说饭马上就好 在餐桌上 女孩主动接上 自己的哥哥是一名素食主义者 杰克听后复合着 说自己大学时期也是 不过后来没忍住肉的诱惑 甚至现在变成了肉店老板 听到这些话 哥哥变了脸色 不过杰克没有注意到 他一口接一口的品尝着盘子里的肉 还夸赞女孩的手艺 很快 女孩端上了最后一道菜 培根 说是专门喂他做的 但杰克吃着吃着 却发现 这不是培根 而是一根动物的尾巴 他有些奇怪 不明白女孩为什么要撒谎 于是问他 这是猪尾巴吗 兄妹俩突然陷入了沉默 最后 还是哥哥开了口 我们只不过是宰了你的动物 煮给你吃 杰克陷入了天狂 回想着刚刚那道菜 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是面前的兄妹杀死了他的狗 杰克拿起菜刀 捅进了哥哥的脖子 然后活活勒死了女孩 但突然 他听到了一阵乌烟声 杰克冲进卧室 狗狗完好无损地被锁在里面 兄妹俩只想给他一个教训 不要再屠杀动物 万万没想到 竟然丢了性命 电影的最后 杰克带着狗狗回到家 恢复了平静的生活 只不过 把普通的狗粮 换成了兄妹俩人的肉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